某些新玩家一定要知道的9位6星战神 最为目前最火 第一位行秋 6星水神 不仅可以在后台提供刀瓶多少水 还可以在队友提供探测断以及治疗 可以适配很多主吸 而且都是优先多少水 既然不存在反向打动的情况 被称为大行秋的依然有多闷 现在大家都知道的 可以说是新一代的人圈塔了 但是就算是依然的出现 也并没有完全取代行秋 很多人家在打三圈的时候 依然会选择行秋 因为他的能力但偏向于保护 毕竟要活着才有输出 就比如草成朵拉队一金三子三人深渊 第二位菲谢尔 能称奥兹发射器 大家抽菲谢尔12名 银海游都会给大家送上精心准备的奥兹 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称号 但是雷系行秋 同样是拥有后台刀瓶多少的能力 而且非常简单 只需要升一技能 面板堆叠东基利吉特 其次就是超的简单 主要重要就是上场收完奥兹后 接下场 适合前期猛性太荒 或者切到队友时急加急用 在当前版本也是超级的激化 竟然队友中的长特 第三位 半尼特 六七火神 只要前的角色在半尼特的大奥之内 半尼特就可以为其提供大奥增山回复 大奥增山是基于半尼特白子的 这也就意味着 只是要给半尼特一把白子叫到的武器 这样等于拉满 前的角色就可以打出很多的伤害 实际上的养成都要容易 四星的新闻剑有吧 生冲字或者生冲车的终身套有吧 半尼特一命有吧 现在大家都有 这么你的半尼特就已经达到毕业水准了 不过切记 满命不要乱点哦 所以不会有人的半尼特已经满命了吧 第四位 湘林 平均战神 前期只需要达到深渊三层 就得以免为获得的角色 既然都要有索面板机制 而且还能实现后来对群刀品断火 运火神半尼特组双火 即使加入绝大多数配对中 目前交易强势的队伍有 万达夺计 人多对等 不过下一队养成会比较困难 他需要双爆和充能监督 王星玩家竟然到中后期再培养他 前期一枚主席的情况下 也可以拿来凑合一下 第五位 迪奥娜 冰系小钟离 非常强烈的冰系盾奶 还没有钟离的小伙伴 我强烈推荐一些培养的迪奥娜 只需要当地 都和生命齿牙上一套 回护 护盾 都足以让你撑到钟离复特 或者说抽出钟离的时候 前期他忘了时 全生命齿牙迪奥娜 足以支撑你来到中后期 而且深渊也拥有非常不错的表现 第六位 云景 冬树平约专短 自身的防御率越高 其他角色普通伤害越高 除此之外 满命云记 还得得全外角色增加冬树 对于吃冬树的角色 是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比如神里灵人 小冬 第七位 砂糖 万叶大家都知道吧 瞧不瞧不用我再说了吧 想当年万叶上限的时候 人称小砂糖 砂糖作为方式角色 不仅可以染色 还可以聚大增伤 等万叶增加的是元素障害不同 砂糖是提灯元素精通加成 可以大幅提升队伍的反应伤害 如果还没有温敌万叶 可以使用砂糖作为效益替代 成为砂糖配合飞机的颠勺 也是非常的好用 你特别玩家想打深渊的话 可以组件砂糖武装 全队没有一位五星角色 四指灵精 吉他用最低的烈度 打穿最难的深渊 第八位 瑶瑶 目前版本唯一朝内 它会是千屋万换死出来 但瑶瑶无期当结束 貌似就要被白猪弹腾了 不多也没关系 还是可以作为白猪的效益替代 现在是只要打草气反应 并且缺奶妈的角色都需要他 机制也很简单 上场吃完越多以后 碰碰跳到吉特 搭配零路绽放 海参基站 山洛基站都有不错表现 第九位 九旗人 人系 新任女皇 走门入场卷 拥有极致的培养性亚比 优秀有多少雷以及回血能力 也算是14招英雄 随着虚名的上线 走门的登场 很多人捡起了2.7版本 就上线了九旗人 培养时不需要端心双爆 需要提升等级 而对比的精通吉特 治疗腿吃到精通加成 而是无饭范围的水奶 简直就是为超装饭 量身打到角色 萌新玩家前期 就才培养九旗人 带他加入走门 腿让你的太王之旅 更加顺畅 最低的成本 最简单的操作手法 最快的打入深渊 拿卖奖励 大腿在评论区说得探 还是有什么强力的六星战神 并爱找身边的萌新朋友来探吧